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又在空中相会 云和欢迎你收听林全新语的节目 现在呢就求神带领我们 用一颗谦卑受教的心 来领受神赐给我们的信息 我们中国啊有不少的言语 讲人在不同的处境时 表现也大不相同 比如说吧 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难来时各自飞 是说呢 本来是一家人的夫妻 在遇到灾难的时候呢 不但不能够共渡难关 反而是自己雇自己活命 完全不管对方的死活 这是可以同富贵 却不能同患难的一种类型 还有一种啊 是反过来 可以共患难 却不能共富贵的 这种类型的人呢 大多是胸怀大志 能够忍受艰难 等候时机 在一鸣惊人 一旦得了事啊 甚至可能是得了江山 态度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呢 就有狡兔死 走狗烹 飞鸟进 梁工藏的说法 就是说啊 一旦敌人都被肃清了 以前呢 一起安前马后跑的武将走狗 就没用了 留着啊 反而是威胁 索性杀了 以绝后患 那么出计谋的梁臣呢 也用不着了 如果不懂得进退 不知道隐藏自己 这些梁臣呢 恐怕也难逃 被诛杀的命运 在电影电视里面呢 常常演这种 因为处境改变 而性格也大变的故事 朋友或者亲人 看见自己原来很熟悉 很喜欢的人 变化那么大之后呢 经常啊 有这样的对话 你变了 变得我都认不出来了 原来的那个人 到哪里去了 这种文艺腔啊 听多了 虽然有点重复 可是呢 也说明了 人品和生活态度 是会随着环境的改变 而改变的 当然了 中国历史上 有不少的民族英雄 我们常常用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驱 富贵不能淫 来形容他们的高贵品格 可是啊 这些英雄啊 往往都是被小人出卖的 悲剧性的人物 比如说吧 著名的抗金英雄 文天祥 在他被捕 被压解的途中呢 写过一首 过伶丁洋诗 诗中写道 辛苦遭逢起一惊 干戈辽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续 身世浮沉雨打平 惶恐贪头说惶恐 林丁扬礼探林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担心赵汉清 虽然最后两句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担心赵汉清 成了快智人口的千古绝唱 但是前面那几句诗里面 表达的对国家的命运 和个人经历的心酸 又是何等的无奈啊 一个不认识神的人 在靠自己的力量 对付世界的邪恶时 是这样的孤独 唯一能自我安慰的寄托 便是在历史上流芳千古 中文字幕志愿者 和中国的抗金英雄 文天祥的经历相比 使徒保罗呢 也曾经是一个被人尊敬的 有地位的犹太学者 后来呢 他为了传福音 也遭到许多的逼迫 他曾经被囚禁在监牢里 也曾经在海上漂泊 遇见大风浪 险些丧生 最后呢 他也被砍了头 但是保罗是怎么样来看待 他个人的这些际遇呢 保罗在《斐利比书》 第四章第十二和十三节中说 我知道怎样处悲贱 也知道怎样处丰富 或饱足或饥饿 或有余或缺乏 随事随在 我都得了秘诀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同文天祥一样 保罗也是在被关押期间 写下这些话的 保罗他没有发泄个人的哀怨 他为神工作 已经超脱了世俗的羁绊 完全不计较个人的名利 这段话是保罗谦卑 温柔顺服品格的真实写照 他以基督为中心的人生观 都包含在这段话里 也是基督徒应该持守的人生态度 同文天祥一样 保罗也是个知识分子 文天祥为了理想奋斗终生 宁肯被砍头 也不放弃理想 所以才会写下了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担心赵汉清的诗句 后来我们知道的反清意识 谭思彤也在砍头前写下了 我自横刀向天笑 雀留肝胆两昆仑的豪言壮语 文天祥与谭思彤的诗句 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 知识分子英雄中的登峰造极之作了 可是你有没有感觉到 他们的担心和肝胆 实在是有一些孤单和无奈 他们对死的藐视呢 似乎又有点像阿Q 在临死之前要呼喊的 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不认识神 不知道人死之后 往何处去的人胆量再大 也只是一种担心赵汉清 肝胆两昆仑的自我鼓励罢了 倘若他们没有死 将怎么样来过余下的生命呢 与谭思彤先生齐名的另外一位义士 当时逃到国外躲过了一死 大老年的时候 却变成了顽固的保皇派 民国之后 全中国的男人都剪了辫子 他呢却死活也不肯剪 所以啊 有的时候活着保持气节 可能比死还更难 保罗最后被砍了头 但是圣经里从来没有描写过 他死得如何的壮烈 反而是他的书信和教导流传了下来 特别是刚才读的那段经文 才是他信主之后生命的真实见证 这段得了秘诀 凡事都能做的经文 出自菲律比书 是保罗在被囚的时候写的一封书信 这是一封狱中的书信 充满了喜乐的书信 喜乐 欢喜 平安等字眼 先后被用过二十多次 到底是为了什么 使保罗在面对死亡和生命的暴风雨时 没有像中国的义士们那样一腔的悲愤 而是发出了喜乐的欢歌来 在刚才念的那一段经文当中 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保罗他得了出各种顺境和逆境的秘诀 而且靠着主耶稣的力量 他凡事都能做 保罗生活的秘诀是知足 而知足的根源是完全依靠神 加给他的力量 从这段圣经当中 我们知道保罗的人生经历非常的丰富 有饱足和丰富的时候 也有饥饿和缺乏的时候 无论是在缺乏的时候 还是在富足的时候 是生还是死 任何环境的改变 都不能够影响他与主的紧密关系 因为有主耶稣做他力量的源头 他才能够知足并且喜乐 要学会这个满足的秘诀 人必须要完全地放弃自己 只有当我们放弃了自己的挣扎时 才能从大能之主那里得到力量 如果保罗他没有学会 在各种环境当中放弃自我 依靠神和顺服神 在不同的环境中学不同的功课 领悟得胜的要诀 即使他有再多的经历 仍然得不到知足的秘诀 保罗说的凡事 指一切能够讨神喜悦的事 所以从凡事都能做这句话 我们知道保罗不是消极地知足常乐 或者是今朝有酒今朝醉 而是他很清楚地认识到主的无所不能 他靠主而活就既不需要为自己的缺乏担忧 也不必为自己的丰富而夸口 是生或是死都不在意 而是满心地相信仰望主的看顾 心里面就满有喜乐 保罗能够得着秘诀 也是因为他已经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了 世界上恶劣的环境不能够影响他 快乐的环境也不能够影响他 凡是属地的东西 没有一样能够影响他 那向着神的纯一安静的心 我们基督徒要想得到知足的秘诀 也要学习保罗 向神保守我们专一的心 只要我们让基督活在我们里面 我们立刻就可以脱离地上的隐诱 痛苦快乐和虚荣 主也巴不得一切属他的人 都得到信靠和满足的秘诀 进入到圣洁荣耀尊贵的地位 在爱中与他合一 慈悲的父神 你借着保罗的榜样 告诉我们在你那里面 得到满足的秘诀 求你带领我们 脱离这世界上的一切引诱和虚荣 让我们时刻仰望你看见你赞美你 在任何的情况下都完全地顺服和信靠你 祷告是奉考主耶稣 他美好的命 阿们 亲爱的朋友 听了我们的节目 你有什么感想和意见吗 你可以写信到电台的通讯地址 写给云河收 云是天上的云 河是黄河的河 好 最后呢 让云河祝你工作顺利 灵命日日更新 我们空中再见 河祝你工作顺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plaintiff rollcaille